今天我们来讨论安全的危机 是让安全分各种层面 从个人的层面 社会的层面 国家层面 柯文哲谈谈而谈 诚实治理经验 这是他总统大选期间 制作的KP国师会议系列影片 第一集还有29万次点阅 但之后越来越低 最低甚至只有1.9万次 如今爆出就是由 时间有限公司承接制作 原地点可以改做影音 拿到1000万的大单 说真的大家不要骗外行了 1000万的影音 绝对不会总部没人知道 绝对不会是随便一个小编 可以负责的 时间负责人叫贺林 商标名拼肉肉 原本卖的是多肉植物 去年7月改名后 10月起连续接到柯文哲进总 700万 200万 100万经费 制作KP国师会议系列影片 还传出从影片提案 制作到投放宣传广告 都有前Yoyoka董作代季权参与 背后牵线的Keyman出现了 Keyman来了 来这位人兄 我们好久不见了 跟清皇哥跟我也都认识了 代季权 就是柯文哲时期的 悠悠卡东西的董事长 网红四叉猫还帮忙换算 14支影片平均每支71万元 只有柯文哲一个人说话 加总点阅累计134万次 平均一次点阅花7.46元 今晚柯阵营强调 只是跟该公司购买影音服务 但前幕僚吴静怡直接点名 时间与柯文哲有特殊性关系 一支影片平均71万这样的支出 你对得起小草吗 对不对 小草搞不好是吃了71包的泡面 然后呢 终于可以捐给你1000多块 结果你就大大方方的 给你认识的人 你就给他1000万 合理吗 检视时间官方脸书却没有任何公开贴文 甚至只有21个赞 28位追踪者 如果作为商业行销影音制作公司 民众也可评断 这样合格吗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